烏克蘭部隊繼續在東部及南部向俄軍陣地展開反攻 總統澤連斯基在每日講話指 自烏軍本月初展開反攻以來已經收復6000平方公里的領土 強調部隊會繼續推進 9月12日 烏克蘭稱在東部的哈爾科夫和頓列茨克地區 烏軍繼續從俄軍手中解放領土 烏軍總司令11日說 在哈爾科夫方向 烏軍正在向東南北三面推進 已經將俄軍驅趕到 距烏俄邊境只有50公里的地方 在哈爾科夫的反攻中 一名軍人升起藍黃色的烏克蘭國旗 俄羅斯國防部10日就表示 為了加強俄羅斯在南部頓列茨克地區的部隊 軍隊正在從北部的E9母和哈爾科夫地區撤出 但烏方稱 在南部地區 本月烏克蘭軍隊也收復了很多失地 在南部的兩星期間 非常疼憐 我們在各地區 從四至幾十公里 面對烏克蘭軍隊的反攻 9月13日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表示 目前不存在談判條件 俄羅斯將實現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目標 另外烏克蘭指控 俄羅斯在戰場上失利之時 發射導彈襲擊烏克蘭的民用設施 包括襲擊哈爾科夫的烏克蘭第二大發電廠 導致烏克蘭大部分地區 在11天一度陷入黑暗 莫斯科否認俄軍有意攻擊平民目標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